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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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很厲害 做一些你如果不自己做 基本上你應該在香港已經沒有吃 或者其實從來都沒有 好像沒有什麼出現過的東西 它叫做 Hot To 它其實就是一塊 有餡的包 然後拿去炸 即是Donut 那些東西 但你吃起來好像似曾相識 我們看看材料表 你就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 先處理麵糰 我們將中筋麵粉 我試過用高筋麵粉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用中筋麵粉出來的感覺 就會甜品 如果你想做到好像 麵包店那種蔥油餅 即是基本上是一個麵包 那你就可以用高筋麵粉做 做大一點做後面 如果你是想 好像那些什麼台灣炸蛋蔥油餅 那你就可以用中筋麵粉 然後再做小塊一點 那就兩個方案 那我先把蝦帽 用牛奶浸一浸 少許 讓它融 其實不用的 不過我手癢就做了 那跟著呢 麵粉裡面要有 糖和鹽 先把糖和鹽拌均勻 然後將它跟麵粉預先拌勻 要不然那些蝦霧水 那些蝦霧一進去 你就會弄死了那些蝦霧 有沒有覺得我弄了一張桌子之後 已經值回票價 只是這樣懶形做這些圈 已經價值十萬 把蝦霧放進去 跟著呢 藥乾的牛奶 跟著呢 蛋 那就半隻 這裡呢 是四分至到去 八分 就是看你想造成一個怎樣的狀態 因為我們又不是正宗 又不是追求那些東西 就沒什麼所謂的 你想吃薄脆 煎到它很香很脆 你就可以造成八塊 當它麵包這樣吃呢 你就可以 即是肉桂卷 有少許 你就可以做它成為四塊 都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各有各好 即是質感是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吃法 那這堂東西呢 不容易搓的 都挺濕的 但因為想咬下去軟熟 和甜品一點 不想那麼包 所以就會 麵團會軟身一點 推出街 街頭小吃 重點就是推出街 今天都會試兩個方案 一個方案就是家庭方案 一個方案就是街邊街頭方案 街其實是直接去炸的階段 即是浸到半塊炸下去 直接 跟健康 省油 那些 完全拉不上關係 但你說 不是喔 想做麵包一點 我不介意 沒有那麼脆 但我又想健康一點 你也可以用一個 小油的 煎焗方法來做 雙手拉 雙手拉 推拉 邊手彎回來 雙手拉 那你發酵得來 弄完餡 就差不多 比起那些 弄完麵團 等到佛蛋那些 它相對有些東西做 令你感覺舒服一點 但是離身了 等一下 最重要的東西 這個東西 我是沒吃過的 不負責任 我就是猜它的質感 從片 那我們呢 就猜到差不多了 那你見到呢 有差不多 就是那個團 起碼猜到 然後就可以拉長 那你就可以準備 拿你的牛油 挺多的 但是是夾的 因為這個東西 是炸到脆 然後很香的 所以呢 如果你是做薄的質感 你不介意 會多加一點 小燒 不要 好 那我們呢 成功呢 將牛油 拆進去 就可以 弄好一點 就準備發酵了 那就發酵一個小時 盡可能 就組成圓 加上保鮮紙 然後去發酵 好 因為我發現呢 好像呢 保鮮紙加洞 出來的效果 都 好像快一點 發酵 我想如果有濕一點 少少濕度 兼透氣 應該會再好一點 好 回來啦 那我們呢 做個 餡的部分 黑糖 黑糖 黑糖是 或者那個餡本身的顏色 所有東西都是來自這裡 所以你最好就是找齊它 然後呢 縮粉 縮粉就是令到餡 變成餡 其中之重要的因素 之後呢 肉桂粉 肉桂粉要夾少 可以的了 因為太多就很搶 但是呢 又是他們 這個是他們的 這個餅最重要的味道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討厭肉桂粉 那就幫不了 真的 你都可以試一下不下的 蜜糖呢 也要少少的 跟Doughnut 和蔥牛餅 不同的風味 就是來自這一堆東西 這個組合挺有趣的 就是你沒試過 你可以 真的試一下這個東西 加起來是挺有趣的 我們還差一點點鹽 然後呢 加上水 你要攪勻了粟粉先 要不然呢 你還沒攪勻粟粉 你就下去煮 那粒粟粉 有機會會被你煮成一粒 變成一粒東西 因為它的外層已經鎖水 外層鎖水 就是外層可以煮熟 就會包住你的粒粉 煮不到 就像西米 煮不到 那煮沒有特別的 不要太大火 因為我怕你太大火 你煮到 那個粟粉瓊了 那些糖都還沒溶完 有機會的 如果你的黑糖是粗粒 因為黑糖很多 很多種的 黑糖的意思呢 其實只不過是 未變白砂糖之前的糖 你遇到它是這樣的狀況 那你煮到變成糖 那時候中間 還有很多過程 那每個人做 那時候不同 傳統不同 不同地方的黑糖都不同 黑糖的故事還沒完 已經煮好了 還有呢 肉桂粉有兩個下的時機 聽說 有些黑糖 有些肉桂粉 是不是放進去的 餡料的 肉桂粉是混合之後 叫果仁做的 這個東西 又是有幾個方案 一個就是這個 這匙醬 另一個方案就是 將果仁放進去 然後煮成了一匙果仁的醬 再夾一次過 即是有一間出名的店 做法就是先做這個東西 包整個都弄起來了 最後才剪開它 然後把脆的果仁塞進去 應該是比較現代的吃法 但是 這個一定是正的 但是你花的功夫可能會多些 因為你知道你把果仁放進去之後 你就會有這樣的狀況 那些東西是濕的 那些果仁其實就變成像五人魚餅 那些朋友 其實就不脆的 那如果你後加呢 那你就可以保持那個脆的口感 你又有那個傳統的味道 我覺得是一個幾號 所以我們今天用這個方案來做 那你就自己考慮一下 調一調轉的次序 你只不過是處理了一些果仁 我們下一步 我想說如果在電視台拍攝 出現一個這樣的狀況 其實會怎樣 所以你在電視台看不到這些 你可以看別人複雜 因為電視台不會把複雜的東西給你看 應該說不會有人夠厚硬無恥 把這些失敗的東西夠膽拿出來給人看 還夠膽剪到條片裡 神經病 COOL 那我們呢 劈醬就做好了 那我們包回保鮮紙 這壇東西要冷的 所以我才說是緊接做的 它冷凍後會硬一點 那你做醬做餡就會比較容易 那等到那個東西發了敲 那就可以下一步 跟著呢 回來了 我們再處理一下 最不改的東西就是果仁 因為果仁我們今次就是 最後才下的 那如果你想包回到餡裡冷的 一次過的 那你就要第一件事做這件事 那我們有一點點隨意果仁選擇 都是一點點脆脆的 健康開心的 你喜歡包什麼進去 我覺得都沒什麼所謂 我講好吃的立場 我不是講正宗立場 那因為我冷的關係呢 我會打爛些花生的 那你喜歡就可以中 因為我試過都中 中了很久 那我們有機就用機 我們打碎它 純粹打碎它的好處就是 令到質感一致一點 這樣炒起來 那個時間不會差太遠 因為我們炒的 說明今次不用焗爐 包不用焗爐 你這個花生拿去焗 你又好像 好像不知道怎樣 說出來你都好像 好像過不了自己那關 所以我們今次呢 那個花生就是炒的 還有這麼少呢 焗了有些浪費的 那花生和南瓜籽 即大粒一點的東西 就可以落定先 芝麻遲一點 因為它會焦 好 那我們就用開爐炒了它 那記得要保持著 因為炒很容易焦 炒什麼都是的 很容易焦 投資涉及風險 基金價格 可行 給點耐性 不要太大火 一心急 你就 不行了 一心急你只會炒焦 裡面是果仁 裡面還是軟的 哇 那你就很災難 咬下去 沙生 如果生的話 是苦的 我們差不多 一點點香味 有一點點黃 就加上芝麻 你見芝麻很少 因為味道太濃 還有芝麻是味 花生和南瓜籽 才是口感 所以如果你太多 你就變得很中式 這個就是我們完成了的果仁 攤平它 那你計夠時間 那個麵團發酵好 就可以準備進行下一步 好啦 回來啦 那我們繼續下一步 這個都還未冷得很冷 如果你是熱包 即是你好像我剛剛新鮮煮 這樣包 其實應該是這樣包 有什麼不同呢 兩個包法 特別是熱的東西 因為熱的東西 會有那些... 倒汗水 你這樣包 它就會擠在上面 然後滴回去 這樣就會變成上面濕下面乾 那看你要分成多少份 這個東西就不用那麼... 什麼的 又... 因為都是一坨的東西 那你就割了它 拿好一點點額外的粉 那就... 灑好桌面 那我們拿回麵團出來 那就按平它 然後捲起來 然後捲起來 將它分成6-8份 類似這樣 之後呢 直接來這個了 這個因為很軟的 那麵團 就攤平它 我們包餡 都不用滾了 其實這樣尺寸 其實差不多了 然後拿個羹 把你要的東西放進去 冷藏一點 有個終極的方案 如果你真的太心急 你覺得好像很稀 或者很熱 用一盆冰水 這樣放這個東西進去 然後才扔進冰箱 那它就會快很多 那我們包了它 這樣包 好像包小籠包一樣 這樣 那就捏平一點 因為我們是... 兩面包來的 這樣就可以按一按它 之後呢 就可以有它發酵的了 有它再發酵第二次 就是這樣 如此類推 整好這麼多 其實你應該略為挺身一點的 那就會沒那麼容易 包的時候 就擠到周圍都是 因為我都試過弄硬它的 弄硬一點 看看會怎樣 跟著就是 出來就 好像少了那個汁的質感 它會變得比較乾 非常簡單 如此類推整好 然後呢 找回這張保鮮紙蓋著它 發酵多一個小時 那就可以準備拿去煎 我繼續包 轉頭回來 好 那夠了一個小時 這個東西已經發酵完成 你看到帳簿簿超級大 所以呢 你可以分開八份 都是沒什麼大問題的 我們先做這個... 煎的版本 要是 好嗎 這樣就很少就可以了 煎的話 準備好蓋子 你會需要蓋子的 把你的火力 盡可能較小一點 因為這個整個都是麵包 要受熱的部分 挺多的 太快煎焦了 裡面的麵包 可能不熟 所以我們一下去 就硬平一點 哎呀 混蛋 混蛋 這個就是煎的版本 但是不懶得的 這個東西很糟糕的 你是要不停這樣 動它 因為這個鍋 受熱的平面 實在太過... 不平均了 變成你很容易 會煎到一邊黑色 一邊全白的 喂 那個蓋子呢 喂 那個蓋子呢 嘩 怎麼這麼大 我翻一翻 你們看一下 因為這裡呢 這一邊呢 就會受到熱 這一邊受不到熱 就會這樣 這一邊呢 就很明顯是上面那部分 會是很明顯 深色一點 對了 那你就要保持著 這樣 幫它轉身 另外呢 又要幫它 又要煎 然後呢 又要蓋蓋 讓它溫度 可以盡可能 傳到成果 有些複雜 但是呢 就會健康很多 當然 所以出來呢 跟炸是兩個不同的 質感來的 好 又來翻 咦 為什麼不... 為什麼不... 兩邊開工呢 我猜不猜呢 兩個呢 倒盤開始 好 那我們呢 做了炸的version 那就... 一個大鍋 炸不是很久的 很快的 所以你就... 一個普通鍋 那你就可以用少些油 省下這些油 因為都要幾多的 差不多你半個... 那個油浸到一半 那樣的厚度 大概是 所以變成你的鑊越小 那你那個... 用的油就越少 那你就可以省下 這個油呢 可以用完再用的 還有我今次會用新油 你會見為什麼 很少見 就是因為這個包呢 其實是索的 如果你用舊油呢 你就會吃舊油的味 很明顯的 所以那種味道是可以吃的 因為都吸了很多 可以讓煎 略為大火的的 可以讓煎 略為大火的的 小到中間 要不然是 那就明明太不熱了 壓它一下 你喜歡薄一點 脆一點的 你就壓力一點 你喜歡厚一點 麵包一點的 就壓力一點 是那個烹調手法的問題 炸這個呢 它會略為脹身一點的 所以呢 它的形狀呢 你就算差一點點 你都不用那麼怕 那呢 在韓國街邊呢 多數都是炸的 那旁邊那個應該都差不多 應該可以的 類似金黃色 你喜歡香口一點 你就煎久一點一點 如果你想超級脆的 你可能可以慢火浸久一點 浸到它 表面乾一點 即是你如果呢 壓到它很扁 然後煎很久呢 那它的水分就會蒸發得很快 蒸發得很多 那出來呢 你的東西就會很扁的 那我們這個東西呢 這樣就完成了 那就可以上回碟 等它攤一會 非常之簡單 那我這個呢 嘩 大危機 差點忘記看火 那這個呢 煎的Version 都完成了 那你可以對比一下 有一點點不同的 但是兩個呢 都是... 夾的 即是沒有說哪個好吃一點的 其實 而此類推 煎了它 稍後回來 好了煎完了 那我們呢 終於呢 可以輪到最後一步了 那我們呢 這樣 剪開它 因為它有餡的 所以你一定找到那個開口的 你放心 那跟著好像一個荷包一樣打開它 之後呢 就把那些果仁呢 放進去 因為我們包 不要 啊 啊 我已經忘記了我要說什麼 就是把果仁呢 塞進去 夾回去 這樣就可以了 打開它 你見呢 炸這個很棒的 就是這樣 弄光它 那麼多個 那我們呢 今天呢 這個韓式甜薄餅呢 就完成了 我是不是改了這個名字 因為我找遺跡都找不到 這個東西的中文名 我幫你改 這樣夾好 完成 好了 那我們呢 這次這個韓式蜜糖Pancake 就完成了 我有幫他改一個新名 我覺得這樣好像 好似 正點 非常之 那麼有趣 還有那個質感 你會覺得是 小機會吃到 因為它不是完全 Doughnut那種 還是好麵包 它又保持有一點點脆 它又未去到 炸東西 那些那麼 脆薄薄 只是外面有一點點脆 那個質感挺有趣 你可以換餡 其實 我覺得都是會是一個 有趣的選項 來的 將你喜歡的東西夾進去 沒什麼所謂的 因為這東西已經不是傳統食品 來的 在韓國已經有什麼 綠茶味啊 那些這樣 我不知道 那張牛蟹 我想都有人塞在背 這個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 韓式甜Pancake 這樣夾起來 然後這樣吃 超級開心 超級肥 超級 炭水化蜜糖 再加脂肪 完美組合 就是這樣了 那這集就來到這裡了 多久的影片 我已經訂了了 專家會員贊助 或是逢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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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都有新影片 每天都可能會有 工商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